天南地北谈华语 今天给你看两个甲骨文字形 诶 怎么都是马路 第一张图两条实线是一条马路的边缘 中间的虚线就是车道的分界线 第二张图比第一张复杂一些 主要是车道比较多 这根本就是高速公路的鸟看图嘛 我给你看的是甲骨文川字 河川的川 你一说是川我就看出来了 第一个甲骨文川左右是岸 中间是流水正向一条河流 第二个甲骨文川三条弯曲的线向河流 而中间的虚线小点是水流中的漩涡或浪花 总之川的本意是河流 完全正确 哎呀 怎么经文把甲骨文中的虚线小点都删去了呢 省略了容易写 适合你这种懒惰人 什么懒惰 是追求效率 小传的形体跟经文的差不多 凯书 咦 怎么写成了三个撇点呢 川独立成次的时候写作撇树树 作为偏旁时写作三个撇点 譬如繁体的灾 灾难的灾 作为偏旁还可以写作撇树树弯钩 例如河流的流右边的下半部 河流的流左边是三点水 右边下面那个又是河川的川 这流字水那么多像不流都不行 说文写道穿 贯穿通流水也 总之穿就是能通贯穿的流水 有大小之分的 作偏旁的穿是三个撇点 如果只写作一个撇点 读作犬 是田间小沟 这犬现在写作 左边是稻田的田 右边是恶犬的犬 那两个撇点也成字吗 两个撇点读作快 是田间的水沟 今天写作左边三点水 右边是会计的快 一个撇点是田间小沟 犬 两个撇点是田间水沟 快 三个撇点就是川 大的河流 有意思吧 川是个不守字 凡是由川组成的字 大都跟水流有关 比如在中国广西 有一条支流叫雍江 雍上面是川 下面是口巴意 鸟巢的巢上面也有川 鸟巢的巢下面的木是树 中间的田是鸟窝 上面的川跟水没有关系 那是鸟窝上的三只小鸟 天南地北谈华语 以上内容由李玲撰稿 李玲和谢嘉丽播讲 节目重温 可以浏览IFM官方脸书 facebook.com slash aifm.malaysia 或浏览YouTube频道 搜寻天南地北谈华语